1 0 2 0 1 0 3 0 4 0 1 0 2 0 3 0 3 0 3 0 1 0 3 0 3 0 2 3 如果亂拿 或者心存不敬 你就會遭殃 但是有些詛咒是針對性的 OK 今天要聊一聊 地獄魔咒 先請不知道是愛上野獸 還是 楊貴子 幹什麼東西啊 東西 好像一眼 將幾個歐不歐去歸去 來是 他可拉馬甲 哈囉 大家好 我就是美女與野獸的 這個美女貝爾 我想你們應該都聽說了 最近要拍真人版的電影 沒有錯 要拍的那個人就是我 那時候你們都要去看喔 野女與美獸 我要告訴各位 罪毒果然是富人心 各位男人 請管好你們的帽子 管好你們的愛子 管好你們的心 OK 不要讓女人又愛又恨 否則會詛咒你一輩子喔 印度國王硬是要修道士搬家 結果遭受到詛咒 全國上千人 因此而死 什麼地方每個人都不超過四十歲 難道是泡了不老之泉 跟我一樣嗎 永寶青春的祕密 你想知道嗎 我才不告訴你們呢 我才不告訴你們呢 我才不告訴你們 要撥開 要撥開 不好意思啊 這個賤笑 好了 現在談澳洲 澳洲有個魔鬼之詞 他這個有一個怨婦 詛咒這個詞 那如果你是一個無禮的男人 來這裡就糟了 這個是什麼 澳洲在 昆斯蘭的地方 還有一座山山 那個山山大概在山腰這個地方 它有一條溪流嘛 那我們知道溪流如果流到一個 比較有落差的地方 它會形成比較揣擠的一個流速 激流一樣 對 一個激流 但是落差下來這個地方 一定會形成一個小池塘 那這個小池塘在澳洲非常有名 他們叫它惡魔之詞 惡魔之詞 為什麼呢 它從1959有紀錄 文字紀錄1959到現在 到2009了 五十點時間 總共有十七個人 在這同一個地方 小池塞而已 同一個地方密閉 那這個地方我先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其實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很美耶 對 他們形容說這個池塘 像山中的一塊碧玉 對啊 池水很清澈 很漂亮 這看到一定想要跳下去游一下 對 澳洲政府在右邊一看 這邊有一個警告牌 有警示牌 說你來這邊的時候你要注意 第一個你不要跨越這個欄杆 進去玩 它不讓你進去玩 因為死太多人 第二個說即使你在欄杆上 你如果在這邊看風景 你也要小心 不要掉下去 連在欄杆外看風景都要小心 是 那為什麼我先講 為什麼會有這條人命 有很多解釋 那其中一種最盛宵城上的講法 是這個地方 以前是澳洲的土住 毛利人住的地方 是 那當時在早期 有一個酋長的女兒 我們俗稱的公主 酋長的女兒 她本來是因為酋長女兒 你一定要嫁給門當護隊的人 所以後來她本來是喜親給一個 所謂部族裡面的一個長老 我們當護隊 要嫁給她 結果好死不死是有一天 有一個外來的美男子 帥哥 到這個部落裡來玩 怎麼這件事情被你們知道 結果這個毛利公主 毛利公主就看上這個美男子 但問題是她已經喜婚給部族長老 而且地方前世又這麼大 你不能悔婚 所以她只好用失奔的方式 跟著這個美男子就跑了 跑了以後部族裡面的人發現 發現以後沿途就追 那追後來就跑到山裡面 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所謂惡魔之死 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美男子被追上了 抓到這個懶得就被抓走了 抓走以後回部落 當然是死刑 死刑 但這個女的在那邊一直叫 叫她要回來 叫她跟上跟上 但沒跟上後來轉頭 這個懶得已經不見了 不見又這個女的 就守在這個池邊等 看她會不會迷路 還是怎麼樣會走過來 會不會來會合 對 等很久好多天 等不到 等不到她就懷著傷心 怨跟愛 就跳到這個池子裡面去 然後就死了 死了以後這個地方就從此 他們叫不祥之地 就不得安寧 因為這個毛綠祖 他們有很多那種詛咒 據說她死的時候 她就詛咒說 所有以後來這邊的男人 她以為是這個男人護她 或者來這邊的男人都要小心 那後來這個地方 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剛才講溺斃 那很多來這邊玩的人 就經常會在這邊莫名其妙 就死掉 那我講比較特殊的一些案件 有一次在這邊有一個叫 算攝影師 攝影師她想這漂亮 風情很漂亮 帶她孩子來這邊玩 那攝影師在拍照的時候 孩子就在旁邊 也是年輕人 在這個池裡面游泳 有以後她等攝影師拍完照以後 風情照拍完了 走後來就潛到這個池子裡面 那個大石頭裡面的縫隙 去找到她的孩子 卡在裡面 卡在裡面還不要緊 她找到其實不久 才掉下去不久 就開始找了 了不起一天時間 結果這個孩子拉上來的時候 她跟溺斃的形狀 是完全不一樣的 她是前身花紫 前身變紫色的 溺斃不會變這樣子 然後她那個眼睛 她說眼睛張得很大 像很恐怖的那種 看到什麼猙獰的東西 嚇壞的 對 這是第一件 所以他們就覺得這個地方很奇怪 後來就陸陸續續有人 當時還沒有封閉 陸陸續續有人來這邊玩 那後來有一個澳洲 我們知道澳洲外海有一個島 叫塔斯瑪利亞 塔斯瑪利亞是澳洲 外海的唯一一座島島嬸 也是一個嬸 那塔斯瑪利亞這邊有一個外號 是不是在很南邊 東南邊 東南角 那這邊有一個外號 叫風暴大地 那這邊以前早期 人類世界在這個島上 生活最久的原住民 其實在這個地方 有六萬年的歷史 對 因為以前住在島上 那就是淘海為山 打魚 勤船之類的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傳言 撐牆力撞 他說我不相信這種 憑我這種游泳技術水性 這個小磁石算什麼 我就去挑戰 挑戰你這個經濟 惡魔 對 他就來了 結果來了以後 也是潛水下去 游泳 一去 三個來 很會潛 對 一個塔斯瑪利亞的游泳艦 這樣一個傳言 下來這邊 照樣死掉 那其實後來很多人 就到這邊晚上 有些年輕人喜歡夜遊 找那個什麼惡魔之地 來挑戰自己的膽量 去這邊 那這邊晚上都會拍照 那經常他們就會拍到一些照片 這些年輕人在拍照的時候 還在 他們就會講說那個光景的移民 還在 所以澳洲一直到現在為止 2009到現在 澳洲政府一直鼓勵說 你如果來這邊 你看風景可以 千萬不要去挑戰這個經濟 不要進來 這是惡魔之地 像這種傳說很多 像關島不是有一個獵人甲嗎 也是 然後兩個人 那個也很可愛 就是兩個頭髮綁著頭髮一起跳下去 可是他的詛咒就轉過來 變成說現在的獵人到那邊 大家去鎖一個鎖 或去敲一個鐘 就有可能這個有好的現實 要正面啦 對... 我跟我太太當時談戀愛錄 就硬要去敲那個鐘 而且用騙 因為他覺得說 去這邊幹嘛 我說不是嘛 我們觀光客嘛 其實我關島我不知道去過幾百萬吃 不知道 我就硬去 有沒有敲個鐘 還要拍照 然後我們當... 大家趕快去玩 來 今天要教的英文是 今天就是我的身分公主 主公啦 喂 你不要亂講 Princess 那其實大家要知道公主有很多種 你們知道誰最怕公主嗎 誰 杜蘭 為什麼 因為杜蘭躲公主啊 他要躲公主 對 還有...不要緊張 還有... 你卓士嚇到我了 對 我相信你不會在這裡就結束了 OK... 你們知道哪個公主最愛睡覺嗎 誰 明辰公主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該... 明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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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可以 厲害 你看這些原始步的 你應該知道雪花瓶在哪裡吧 還滿快樂的啊 你應該知道 對 你看到了 還滿容顧的... 車上耶 然後這個在亞馬遜 你看 滑著船 你看最後這一幕 為什麼我們擁抱得 這麼的親密 親密還很淒涼 淒涼 對 後面幾個女子好像有點 很開心啊 有點... 長得很像我們 不是 表情有點好像有點 悲傷 對...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其實你再仔細看這些影片 你會發現 裡面怎麼都沒有老人 對 好年輕 對 都年輕人 原來他這些部落都有一個詛咒 有一個詛咒 是喔 就是所有的男人 都活不過四十歲 是誰要這麼恨他們 你很難想像 就像你剛剛有看他前面 不是我們在滑一個船嗎 那個滑船那個前面 在我的那個就是 我十六年前去的 當時的這一個叫雅寡族的 大家不是開這個雅寡嗎 這個機架這個車 就美洲豹 美洲虎 或者叫美洲獅 的這一個民族 他們的酋長 那可是當我快走的時候 我才聽到裡面的人 他匕首話來跟我講 意思就是說 你下次如果再來 你就看不到他囉 我還以為在開玩笑 以為說他是不是這個 德高望重 反正就卸任給年輕人 後來他們說不是 他說他就應該走 因為他的年紀跟我差不多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已經三十幾了 對 然後結果 等到十六年後 我再去的時候 他當然很興奮 因為有時候你要找到 這些部落不容易 因為他們都一河而居 這個亞馬遜河 世界第一大流域 橫跨了八個國家 然後景思伊女羅河 第二長的河 它有很多很多的民族 就是要找到同一個民族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終於居然找到了 同一個部落 而且十六年後 開心 好高興 就在找 就發現 這個酋長已經 真的不在 然後接著是他的兒子 過來跟我講 他說你還記不記得 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才二十三歲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一看 對... 然後他現在也是酋長了 然後他們就帶著我 就像這樣 你看帶我認識他們的 他們的家園 他們的羽靈 教我怎麼釣食人魚 抓這個 鱷魚等等 可是等要走的時候 我才警覺到 因為他說明天就是他的生命 四十歲的生命 對 三十九嘛 對... 心裡真的很難 所以為什麼最後走的時候 我是跟他這樣子的擁抱 你看到我們的表情 所以像這一個庭科 知道這個事情 當時的心情都怪怪 我後來才了解 他這個詛咒也是有背景的 廣告後告訴你 這個詛咒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廣告後告訴你 是跟他這樣子的擁抱 你看到我們的表情 所以像這一個庭科 知道這個事情 當時的心情都怪怪的 我後來才了解 他這個詛咒也是有背景的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 在羽靈裡面 他們有他們的醫藥 任何的植物 他都知道這個治頭痛的 這個治味痛的 但畢竟他的衛生條件 醫療的這些設備 都等於非常的落後 非常的差 還有個關鍵 他們後來一直希望 我能夠留在那邊的原因 為什麼 就是他們 因為你想這些部落很分散 你想他們很分散的部落 他們都近親通婚 你懂了吧 要你留下種子嗎 這我沒講 我一開始不太懂 你真在那邊留下來 那以後我們去洋洋球玩玩 什麼樣的台灣國旗 是喔 因為他們都 沒有辦法 他們都近親通婚 所以就會有很多 他們基因上的這個 一些缺陷就會 會越來越明顯 就他好的會更好 但是壞的會更壞 是 那但是主要就是 這邊的 這男人活不過四十歲 變成一個詛咒 但是也就 變得在我旅行的 這個故事當中 其實跟我 真的留下一個心裡 很深的印象 我還為這個做了一首歌 然後 我覺得這種創作 就這樣流露出來的 可不可以唱兩句 可以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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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幾個攝影師在偷偷擦眼淚 對啊 感動 感動不到 這是我新的這個音樂作品 好 接下來講印度 印度這個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 古早的大地 他們硬要修飾都更 對 都市更新啊 對 要他走 他是最牛戶 要他走的意思就對了 那可是造成很多人死亡 對 宣言這個修道是 他下的詛咒 先來瞭解他的地理位置 這個城市叫做焦特布爾 他在印度的中西部 他是個著名的藍色之城 那為什麼是藍色呢 我們可能 華人可能會紅色避邪 他們是以藍色來避邪 並且藍色算是 種族制度當中 最高級的一種顏色 所以後來就變成 自然而然的 整個城市就越漆越多的藍色 變成藍色之城 那這個詛咒呢 跟這個城市 其中的一個城堡有關係 我看一下 這個城堡叫做梅蘭加爾城堡 據說在這個城市當中 你三百六十度的角度 都可以看到這個城 都可以看到這個城堡 原因是因為它建在一百二十五公尺 高的小山丘 這個城堡感覺裡面就有怪物 本身城堡就非常的堅固 它的城牆大概有三十多公尺 以及你要從層層疊疊的門 進到這個城牆城堡的正中間 要跨過七大門 這個門都非常的堅固 上面有很多的炮彈的痕跡 讓敵人看了都會怕 他們為了保有自己最純正的血統 所以 不能讓別人隨便的入侵他們 那剛才為什麼說有個最牛戶呢 原因是因為這個城堡 還沒有建的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山丘 一百五十公尺的山丘 光凸凸的 只有一個修道院 裡面只有一個修道士 這個修道士在這邊修行 沒有人理他 可是國王說我們要蓋一個城堡 為了要焊守我們邊疆的土地 並且要保護我們這一個民族 修道士不爽 他說我不要搬 修道士很大 我不要搬 國王說我幫你蓋一個你自己的家 另外一個全新的家 更厲害 並且你現在修行的山洞 我為你這個人 只要一個人 我為你這個人蓋一座廟 修道士來說我不要 你要我走 我最牛戶對不對 你要我走 好 我詛咒這個城堡 這個城市 其實是個很嚴重的詛咒 原因是因為他們是在沙漠的地帶 水的取得非常的困難 沒有想到這個詛咒破不了 到現在都還破不了 原因是因為 國王開始有陸續的幾次的戰爭 開始有旱災 曬死的 熱死的 渴死的 沙漠不下雨更是完蛋 所以很多的軍隊人民就開始亂喝 地上有泥泥喝下去 動物有尿喝下去 甚至國王自己的公主 也不知道喝了什麼樣的液體 就病死了 所以數以千計的人死亡 怎麼辦 要如何破這個詛咒 有一個祭司說 我有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 如果你找到一個活人來獻祭 又是活人 活人 還真適合他 因為那個活人待會兒是個賤民 最低的這個 總性階級的最低階層 那他說這祭司說 只要找到一個活人 把他活埋在這個城堡的地基底下 讓他活活餓死 這個詛咒之會破 誰願意去呢 沒有人願意去 沒有人願意去 後來就有一個賤民 他的英文翻譯直譯 可能叫做 這個人他是賤民最階級 最低階層的一個人 他自願說我來救 與其說他救他自己的國家 不如說他救他自己後代 永遠的世世代代的子孫 因為他變成英雄了 我自己願意去獻祭活埋而死 包括即使到今日為止 他的所有的家族 都還是住在當年那個國王 說你這個英雄 我幫你立揹 幫你寺一個房子 他的所有的子孫 都還住在那個 現在的家裡面 所以他整個階級是提升的 包括現在他立了一個碑文 很多的當地的人都去祭拜 原因是因為 他至少破了這個詛咒的部分 但是並沒有全破的原因 是因為每三四年 這個城市 這個城堡 還是會有大汗災 這是這個城市的第一個詛咒 還有一個詛咒 是跟愛情有關係 愛情 愛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 驍勇善戰 都是軍隊 都是男人 沒有想他那麼女人 更憨 非常憨 在沙漠當中要活下去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城堡的國王 有一次打書仗 把士兵都垂頭喪氣的 要帶回 要進城牆 皇后下令不准進來 城門通通關起來 七大城門通通關起來 就問國王 把他的妃子通通叫出來 所有的一群女人 男人站在城牆上面 就問這些國王 跟這些男人說 打贏還是打輸 男人看起來垂頭喪氣 就知道打輸 男人國王就說 我們打輸了 這群女人 皇后下令 你們永遠不准進來 要把你們餓死 要把你們曬死 國王媽媽去求情說 拜託讓我的兒子 讓這些士兵 進來補給 所以國王他們就進來了 皇后跟妃子 又讓他們進來了 為什麼這群女人 這麼憨呢 原因是因為這群女人 背負著很可憐的命運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 這個城堡裡面 男人死 女人都陪葬 女人是怎麼陪葬呢 你先把自己燻香 燻得香香的 洗過澡 然後打扮成最漂亮 穿最漂亮的華服 道士會為你念經 所有的人民 會在街道裡為你歡呼 你就這麼這麼去遊行一圈 遊行的之後呢 把你的手塗滿了 紅色的塗料 印在城牆當中 出現了類似的 紅色的寫手印 所以這個意思代表著 我為什麼要印上去這些手印 代表我對於這份愛情 忠貞 勇敢 永世不渝 但其實太多人是 心不甘情不願的 當然 他們遊行之後 會被載到王夫 就是他的男人的 屍體的旁邊 坐在這邊 點火自焚 活活燒死 最痛 所以他們比男人還要痛 還要辛苦 就我是多麼的心不甘情不 搞不好才二八 二八家人 十六歲的時候 我就要去被活活的燒死 是坐在那邊 坐在遺體的旁邊被燒死 所以這樣子 就形成一個詛咒 太多的怨念 甚至有人統計 在1815年到1825年 這十年期間 就有六百 六千個寫手印 代表著六千個的陪葬 陪葬 所以到現在這個詛咒 這個意思就是代表說 現在的觀光客 如果踏入了這個城堡 或踏入這個藍色之城 看到了紅色的寫手印 其實代表的是 我詛咒你 你們要分手 不然就是我下了重重的考驗 讓你們這對男女分手 所以就這個城市的兩個詛咒 絕不去 絕不去 不過他們很笨啊 就是對不對 對 就報失蹤嘛 我老公沒失蹤 我等 失蹤五十年 好 今天要加什麼英文 今天要加火買 有厲害喔 這句很厲害喔 好 Buried Alive 不對... Bu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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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ve 等一下喔 Buried 後面有東西 你知道火買有一首歌曲嗎 好 聽聽看 是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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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聽出來嗎 我愛你 活買 活買有沒有 活買我的愛 他還埋掉他的大力 活買買了 你看 My darling 埋掉他的大力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你不要這樣 你喜歡的melody 好的 你發瘋啦 你去印第安人的目的 爸爸 對 你是不怕的 其實是在還滿有名的一個靶場 那個時候 我們大概在十年前去的時候 很大耶 很大 非常大 是非常專業的一個靶場 那個這個位置呢 大概在加州跟內化島的交界 等於是 你要去那個拉斯維加市的時候 要往旁邊右轉 然後要去胡佛水壩那一段 是喔 那一段 對 非常非常好 而且去 一定要去這邊打靶的原因是 因為它什麼槍都有 從最小的手槍 到那種所謂的步槍 到MP5 到那種武林自動步槍 然後到那種所謂的狙擊手的這種 槍什麼都有 所以有很多有興趣 對這種槍支有興趣的人 都會想要來這邊朝聖一下 是 那個時候我們就跟我們的 我遲早要去 一群朋友說說 終於到了 到了以後呢 因為它是在你看 一片沙漠中間 其實一片荒蕪 然後這樣轉進去一個 那個其實也是一個殺戮 就這樣慢慢這樣進去 喔 看到一個 好大的一個靶場 但奇怪 明明這個靶場應該 就是空曠的地方 應該不要有一個門 偏偏就很奇怪 就做了用三個木頭這樣 叮成了一個很大的 然後必須說從此進去 我們就外面停好 就想要走進去 走進去就很奇怪 它那門上面就掛了一個 類似我們常常在店裡面 看到那種捕夢網 就印第安的捕夢網 就是一個網子圓的 但我們一般看到的 都是掛在牆壁上 或掛在家裡那種小小 但那個非常非常大 大概有這個臉那麼大 然後掛在上面非常非常大 然後旁邊還有兩行字 我們那時候還沒進去 你就去看這兩行字是什麼 然後旁邊有個英文翻譯 原來是印第安的這個字 它上面寫說 誰進入此區者 必須帶著千層之心 對著這個所有印第安的主靈 表示尊敬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邊是本來以前 可能是阿帕契族的這個主靈 在那邊埋葬的地方 我們就說好 OK... 但其中你也知道 一群人裡面一定有一些白癡 我其中有一個朋友 一個男生 小男生十七八歲吧 那時候剛從車上面下來 就拿了一個那個 我記得是那種可樂罐 就是那種易開罐 那種飽特瓶吧 那邊說什麼 他又看到那個博物網 我說這好像籃框喔 就拿那個寶特瓶 從那個博物網那邊想到 丟過去 大不敬 然後他沒有穿過去 就打到那個博物網 掉下來 可惜沒進去 然後再丟一下 我們就大家在拉 他說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這邊人家旁邊 就已經寫說有情語了 要試著尊敬對方 你還在那邊亂搞... 他說你想太多了 沒什麼事 然後後來我們就進去了 當然進去以後 裡面聲音音樂非常好 有很多那種 裡面就是穿得 根本就像特種布貴 鋸石牆身弄 這邊練各種各樣的牆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大家挑... 你可能挑手槍 我可能挑AK47 大家準備來射一射玩一玩 然後據說 因為裡面我們就開始有聊天 我們看到這一塊 很奇怪是 你看其他那邊都滿滿的 只有這一塊是 它刻意讓出來 特意這樣轉過去 特意這樣繞過這個區域 然後他們很多那個當地 常常來這邊的人就說 其實這邊就是 他們很多以前祖靈有 真的有一些骨骸 還葬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那個靶場 為了要表示尊敬 所以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都不會在這邊 繞過任何的靶場 我們就要說 好...不要往這邊射就對了 基本上大家就開始打... 那種怪異的事情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那個搞定他 白目朋友在那邊丟 然後我看到說 你要不要玩什麼 他說不要...我不要玩 就開始看到他這邊 因為靶場前面有一排椅子 他就在那邊跑來跑去... 感覺就很焦慮不安 然後臉色這樣 然後他那邊碎碎念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 那時候是在顧著自己 在玩自己的槍裡面 在理他 後來就發現 事情發生 他就在那邊跑來跑去的時候 我們剛剛不是說 那邊有很多的執法人員 沒有 執法人員 我看到的是 那個執法人員是在練那個 射擊槍 就所謂的散彈槍 散彈槍他是這樣拿的 而且是那種 短管的散彈槍 然後他就跑到人家後面 可能要捉弄人家 在人家還沒嘎把的時候 那個槍拖在這裡 他直接就這樣拍一下 然後人家本來要買了 人家就 往上槍一打 然後那個人馬上抓狂了 我看那個人應該也是 所謂的執法單位也是那種 狠角色那一種 馬上就把他推開 就三字經就來了 然後一群人就這樣圍上來 然後圍上來之後 我那個朋友應該看到就嚇到 因為每個人都大概一百八十公分 然後撞得跟肌肉一樣的 然後他就 他就居然還跟人家挑釁 直接這樣推人家... 最後呢 二話不說 後面就有一個人衝過來 把他壓倒在地上 然後把他雙手這樣往後靠 直接就這樣靠起來 因為你就覺得說 可能在擾亂這邊 非常非常的危險 然後結果我知道 他朋友現在應該凍在這兒 現在應該在這兒 沒有啦 就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那個時候當然 大家還是解 我說看他怎麼樣 可不可以商量一下 他說可能我們把他帶走這樣 可是那時候也很奇怪的是 當他在混在屌下 然後臉朝下的時候 我就看他一直在吐 那個男生就一直在吐 一直在吐... 然後一開始是吐那種 吃了漢堡什麼 吐到後來是連 那個吐的東西 都沒有開始吐膽子 開始吐那種 紫色啦 藍色啦 紅色的東西 我真的想說不行 然後那些警察也看說 因為他可能覺得說 真的是有點問題 然後真的就把他的手銬解開 然後好玩的是 他還把那個手銬給我們 他說這個東西 可能可以幫你們 正一下東西 那你趕快把他帶走 帶離這裡 我們才把那個人帶走 這個不能這個 不能亂搞啊 因為這個... 八草... 不能開這個玩笑 而且我們知道那個 原住民的 他們的一些禁忌也多 尤其對祖靈 就千萬不能亂開玩笑 這個很簡單嘛 就像你今天到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漢人的祖墳上面 去亂開玩笑 人家也給你拚命 確定你 是不是 接下來恐怖了 蕾拉又來了 蕾拉又來了 蕾拉妳闖去禁忌的地下室 然後夜夜夢到拿刀的女人 藍藍 是拿刀嗎 拿刀 我那時候是就是也是那陣子 就是住美國那陣子 然後我跟我表姐 常常會去隔壁條街 有一個朋友家玩 有一個朋友 她的帽子從樓梯間 掉到最底下 然後最底下是一個 它是一個地下室的門口 然後我就說 那個朋友就說 我帽子掉下去 我要去拿 然後我表姐的朋友 就是那個朋友的家 她就是很謹慎的說 可是我們全家人都不准我 從小就不准我 開這個地下室的門 也不准我下去 你們確定你們真的要拿嗎 然後朋友就說 拿個帽子而已嘛 就只是走下去拿個帽子 有什麼大不了的 那我們就想說 拿完趕快就走 就不要做其他的事情 我們大家講好的 然後我們就趕快下去拿 然後經過的 地下室的每一條街 它有很多知相 那我們經過的每個地方都掛了 牆上都掛了很多 又細又扁的刀子 小小隻的 又細又扁的刀子 然後兩排牆都是 桌上也擺滿了 細細扁扁的刀子 那每個奇形怪狀 每個形狀都有 然後我們就想說 這感覺真的有點怪怪的 然後我們就趕快經過 就趕快走... 然後我就走...的時候看到 因為它有很多架子 架子上也都掛了刀子 在刀子的每一條細縫中 對 它穿著白色的衣服 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好像在找什麼 就是在那邊走來走去 在找東西這樣 找了一個 對 找徐弟子 然後我就跟我婆婆講說 妳家人怎麼跑下來了 她說 我家人怎麼可能下來 不可能 我們趕快拿完趕快上去 我現在真的很緊張 因為她違背了就是 這五十年來 他們沒有家人敢下來 這地下室的事情 她說不可能下來 我就說好吧 然後我想回頭看那個刀子間 那個男生這樣走過去 那也不見了 我想說可能刀子這樣 你知道刀子一根根掛在上面 飄來飄去 有時候你也可以眼花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好 我們拿完就趕快走 然後我們就拿到 剪刀帽子了 全部人上去 然後我們就回家了 結果玩完就回家了 回家之後 每天晚上我都開始做噩夢 然後夢裡面都是有一個 男人在拿著 就是拿著那個刀子 然後在那邊 給我回家 給我回家 就一直講英文 然後一直就是 他就一直講說 還我...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然後我每天晚上都做同樣夢 然後甚至就是 起來都會有點想吐不舒服 然後我就去跟我表姐講 我表姐說 我也是 然後我們就開始問 打電話問每一個朋友 有去地下室的朋友 其中有一個朋友最嚴重 有一個朋友是上吐下瀉 嚴重到就是 他無法下床 一個禮拜 連續一個禮拜都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朋友的祖父 把我們這群人又找回去 我想說 好不容易離開這個地方 你又把我們找回去 那我不管 但是那祖父叫我們回去 一定是有什麼原因 那祖父回去 他一開始就用外語 就先罵我們罵了一頓 他就用... 他那外語 他後來有...旁邊有英文 就是有他朋友的翻譯就說 意思就是說 你們為什麼要到地下室去 你知道地下室發生過什麼事情 所以外語是他講的 祖父 可能是拉丁話還是什麼話 英文嗎 我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話 我也沒有去問 所以他們就說 為什麼要到地下室去 為什麼... 他祖父第一人夢到 不是 是他們全家人 都夢到 不只他祖父 每天晚上都夢到 那個男生 除了說還我之外 他們還夢到 直接開 然後就看到他們肚子上的血 就像是流下來 都會被夢嚇醒 就說發生什麼事 這一定有發生什麼事 這群小孩子 自從那天小孩來了之後 就發生每天晚上都這樣 連續他們也是一個禮拜 你們是不是做了什麼 告訴我你們 你們幹了什麼好事這樣 然後其中就有一個朋友 就突然就拿出一把 小小小小的細細刀子 放在餐桌上說 偷了喔 我覺得很酷 我就拿了這把刀子走 那個就是又吐又蟹 一個禮拜的那個人 強啊 對 那後來那個祖父就 就是有跟我們慢慢講說 那五十年前地下室 這個受詛咒的地下室 曾經有什麼恐怖的事蹟呢 這次被我交給你 那就是要拿出一把 小小小小的細細刀子 放在餐桌上說 偷了喔 我覺得很酷 我就拿了這把刀子走 那個就是又吐又蟹 一個禮拜的那個人 強啊 對 那後來那個祖父就 就是有跟我們慢慢講說 那五十年前地下室 是一個手術室 那那個手術室 對 那是開刀的手術室 對 但是那個醫生 後來變神經病 因為他是後來是 但是去玩病人的內臟 然後蒐集內臟 然後去把它做成 他自己想要的 妳的講法 非常令我們震撼 對 他後來玩內臟 玩內臟 好淡定 我怎麼玩 五十年前嘛 這個玩法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怎麼玩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玩 但是祖父的說法就是這樣子 可能那朋友翻譯 也沒有翻譯得很正確 他可能就是對內臟著迷的 所以那地下室 是一個就是禁忌的地下室 被詛咒的地下室 絕對不可以有任何人進去 可是卻有人就是白目 還亂摸 還去拿 還收藏起來 覺得很酷 對 這不能亂 這ㄎㄧㄥ的行為 好 剛剛講的是地區性的 接下來我跟你講 血脈也有可能被詛咒 為什麼 像中國歷史 這麼多年對不對 很多皇族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呢 馬上請洋鬼子告訴我們 出去 妳要演嗎 哭什麼掌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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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配喔 在一起 對 你知道 甘奈迪家族聽起來好厲害對不對 但是他們家人事業越成功 就越短命 你還想當他們的一份子嗎 真的嗎 希臘傳網的女兒 要什麼 有什麼 但是一輩子卻得不到真愛 純奈迪 聽起來好哭喔 純奪 我雖然不是很有錢 但是我有康哥的愛就夠了 我現在要去找我的野獸康哥 我準備好了 對... 手術刀 下次再找你 手術刀 換一個手術刀 好 講到美國 甘奈迪家族真的 這個甘奈迪總統 美國總統甘奈迪 這個在德州被槍殺那一次 那個畫面 真的震撼 應該震撼全世界的人 那他的家族 其實後來 包括他弟弟 沒多久又被暗殺 而且都是在攝影機底下 那這個事件 可能在六零年代 可能震撼了全球人的心 一直到現在 美國人還沒從這個 傷痛中恢復過來 那他們這個家族 感覺是真的受詛咒 這個詛咒在美國叫百年詛咒 影響將近一百年了 美國歷史上 最強大的一個家族詛咒 就是甘奈迪總統 真的 我們先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最經典的 這是甘奈迪總統 1963在德州達拉斯 對 他去拜訪的時候 在行街 遊街 遊街的時候 當時這張照片還笑容滿面 對 他老婆姜貴林 對 蔣貴林漂亮在旁邊 笑容滿面 但是這張照片拍完了 不到一刻鐘 兩聲槍聲震驚的全世界 是 第一槍打中誰 甘奈迪的那個 葉安甘奈迪吧 那個脖子打中 打中以後他還來不及反應 所有的那個特務人員 都還來不及反應 第二槍聲又響了 響第二槍就直接打中 頭部 頭部 當時甘奈迪被打中的時候 頭還按著頭部 一路到醫院去 到醫院去醫生把他手拿開 他以後整個腦殭屍整個 蹦發蹦出來 其實他還沒到醫院以前 就已經 失去歷史 沒有生命了 他死的時候不是 躺在這個賈貴林的懷裡 賈貴林叫了一聲 全世界都上心不已 對啊 這是1963的事 那當時發生這件事以後 其實美國很多的所謂 所謂歷史結栽 或者民主結栽就在講 怎麼又來了 講這句話怎麼又來了 為什麼 因為甘奈迪家族 其實這不是第一件 他的老爸叫 耶積夫甘奈迪 耶積夫甘奈迪 有生了四個兒子 五個女兒 他的家族 從第二代 等於他從甘奈迪這一代 跟甘奈迪的下一代 兩代之間 整整五十年裡面 幾十個人 莫名其妙就意外死亡 而且都年輕氣壯 一年早逝這一種 然後我們再回過頭來 稍微講一下 因為甘奈迪後來死的 不是甘奈迪前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嫁給誰 世界上有名的傳網 新那傳網 歐納西斯 有好運嗎 也沒好運 他嫁給歐納西斯以後 那個歐納西斯有四條 很大的那個商船 是 出事情 經濟上就受到很大打擊 然後歐納西斯娶了甘奈迪 七年不到的時間 包括歐納西斯 包括歐納西斯的長子病死 都是一路這樣下來 恐怖喔 下來 那就有人在追蹤 甘奈迪家族 為什麼會受到這樣的詛咒 對 他們怎麼了 這麼強 怎麼了呢 後來就開始追蹤 追蹤到一九 差不多一九二零年代 一漢甘奈迪的老爸 剛才講耶穌甘奈迪 第一種講法是 耶穌甘奈迪 當時他家開始發跡的時候 發跡的時候 其實是賺一些不義之財 因為一九二零年代 美國那時候去禁酒 禁酒令下來 但是很多人愛喝酒怎麼辦呢 對 他老爸做十九的生意 那十九你就必須跟很多黑幫掛鉤 因為利益太龐大 地盤的問題 利益的問題 因為黑幫掛鉤 那就難免一些打打殺殺的 就殺了很多人 有人講說這些被殺的人 的一個怨靈詛咒 就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是在二戰期間 二戰期間其實 其實老耶穌甘奈迪是 美國派駐英國的大使 我們知道二戰期間 希特勒曾經攻進法國 那到處屠殺那個猶太人 那其中有五百個猶太人 從法國要逃亡 要進入英國 那你要進入英國 必須要英國大使派發那個簽證 簽證 向他求援 但是耶穌甘奈迪 當時拒絕派發簽證 所以這五百個猶太人 後來被辯納稅抓到那個集中營 五百人全部死的 死了之前他們就一個演奏 說你這個耶穌甘奈迪 太壞了 好 剛剛講到傳王 現在要講傳王家裡面 他們當然這麼有錢 對不對 家族的女人 要什麼有什麼 但是就是得不到愛 這個 這是詛咒嗎 這個算是 也是一個詛咒 我們這樣來對比好了 女人比較需要愛 美國甘奈迪家族 是男人被詛咒 你看剛剛我們一算起來 十幾二十個男人 都死於非命 對不對 然後希臘的歐納希斯 傳王他們的這一個家族 特別是女人被詛咒 就是得不到愛的詛咒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 歐納希斯當然剛才前面講到 最有名就是他娶了 甘奈迪的遺孫 也是美國的前第一夫人 賈桂林 那我們就要先看看他的情史 為什麼他這些情史 到好幾代女人的愛情 都是受到詛咒 首先是他離婚的太太 他離婚的太太 憂鬱症自殺 好 這是第一個 女人的詛咒 得不到愛情死了 那麼幫他生下來 一兒一女 剛才社長提到 兒子就是病死了 然後有一個女兒 Christina 你想 多麼的天之嬌女 所有的財產 將來都是給他 主要他爽死 可是他居然也三十八歲就死了 當中他最讓人不幸的 這個遺憾他的愛情 結果他結了好多次婚 結果都是付出 慘動的金錢的代價 又感覺自己的愛情 是受到這個傷害 欺騙 反正最後他的體重 就跟他的這個愛情一樣 就是上上下下 所以他一下爆肥 又吃藥 最後他其實是 毒品或者藥物 現在大家都在看 到底是哪一種 但最主要就是 某一種藥物使用過量 造成他在即將 又要再一次結婚的時候 在那個農場 就忽然暴斃了 那可是你就來看看 當中怎麼會 他的算是繼母 就是賈桂林 你知道美國人是很愛面子的 他當時不只不要參戰 他這個很多地方 要自身於度外 他怎麼能容許 他們的第一夫人 嫁給外國人 而且說實在 歐納西斯怎麼跟賈桂林認識 希臘團王和美國第一夫人 如何激盪出愛的火花 走向不歸路 千萬別錯過 那其實當這個歐納西斯 他只是傳王 而賈桂林還是甘乃迪的夫人 第一夫人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受邀到他們的船上 這個就是他做了一艘非常豪華的 就用他的女兒的名字 克里斯提納 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船 這個船是從加拿大的軍艦 改燒成 改變 改裝修成為最豪華 最炫的一個郵輪 然後就邀請 有 我看過那個 對不對 美國總統跟第一夫人 一起來參觀 那個時候 其實他就看上賈桂林 就殺掉 那可是呢 大家剛剛聽到社長講 一九六三年 其實在十月十二號 那次被暗殺的甘乃迪 死了之後 死在賈桂林身上 那歐納西斯多厲害 立刻飛到美國 陪伴他 安慰他 所以美國人最敢 沒面子的時候 事是什麼 一九六三年發生這個意外 一九六五年其實 賈桂林就搬出了白宮 就準備要跟歐納西斯 就被拔走了就對了 對 可是我們就來看看 他的這個妓女也就是 Christina剛剛不是講嗎 就三十八歲就暴斃了 那是不是所有的財產 砰...全部就落在 他的這個外孫女 就是叫雅典娜的身上 那雅典娜說實在 為什麼她的愛情 讓大家看又是被詛咒呢 而且是全希臘人 在憤恨 痛恨當中 去看他的這個婚禮 因為他居然嫁給一個 巴西的馬術冠軍 他們還有婚前協議 寫說什麼 不會用他的財產什麼的 可是希臘人說還沒有 你才買了一批 三十八萬美金的馬送給他 還有幾千萬的豪宅 送給他們家族 更讓大家覺得遺憾的是 那個還是他還有一個前妻 也是一個巴西女人 生的一個女兒 等於說是像脫遊瓶一樣 帶過來 那這個雅典娜還要事如己出 甚至等雅典娜死了以後 所有的財產就像拱手送給 他們就說巴西人跟巴西人 生的另外一個跟他們 沒有血緣關係的 等於說全部他們歐納西斯家族 以煙草起家的歐納西斯 最後傳王家族的財產 居然要全部就留到巴西 然後他這個愛情 真的假的已經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覺得他們的愛情 怎麼這麼坎坷 這麼感覺到受到 詛咒一樣可怕 所以說 不是... 好 今天講了很多 都被詛咒的地方與詛咒的家族 這個還是一句話 就是有些地方 真的一些不尊重的心理 不能亂做 人家告訴你不要跳下去... 人家叫你小心就小心 不要這邊自以為是 假的就會出事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